承認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吳乃仁 他在2002年4月的時候 接任了台唐董事長 那麼之後他是涉嫌以低價 來販售這個台唐的土地 台中地方法院在29號是依背信的罪嫌 判處吳乃仁徒刑三年十個月 而洪其昌的部分是兩年四個月 村隆公司以及這個攀刑的負責人 三年四個月 但是這個全案還是可以上訴的 那麼吳乃仁跟洪其昌 昨天都發出了聲明 無奈人士強調說 土地的飆售價格 都是台唐公司依法擬定的 並且報經董事會的同意才辦理 並沒有圖利自己 或者是損害台唐的權益 而洪其昌則是強調說 他只是善盡選民服務之責 陪業者到台唐來拜會 對這個判決的結果 他感到非常的錯愕 沒有辦法接受 而兩個人也將都會提出上訴 來捍衛清白